有沒有問題 也沒問題啊 這不會算而已 這不會算而已 所以如果說你有小孩要考那個 自優班或者考私校的自優班這些對不對 可不可以提早教劣勢 可以 其實你只要教他一元一次跟二元一次 其實這個解法他不懂道理 但是去算出來 並不會太難 只要會劣勢 只要會練一元一次二元一次 國小所有的什麼藍題目都解決了沒有 發生都解決掉了嘛 因為如果你不會劣勢 就只能用加一點忽膩嘛 像正題如果你不會的話 只能畫甲跟乙 一共多少錢 一百塊 那甲比你多二十有兩種畫法 一種是這裡也是甲 比你多二十 這裡有多少 二十 那怎麼辦 所以我就看到 甲跟乙一百加二十是兩個甲 所以我只要用線段圖來看 藍不藍 那國小要不要花很多時間做這個 這也不需要 因為展大不會用 展大不會用的都不需要熟練 因為展大會用什麼 那我跟老師再報告另外一個關鍵 所以電視指的是什麼 我用比較好的工具來解決 就再用一驚討 我可以就用說 那我可以觸找 你很會 那我會找到 那我會找到 你 一般來講是說,我面對一個問題的時候,我們有三種方法。 第一個叫算者,算者者。 算者者是最有效率的方法。 那至於說嘗試錯誤呢,各位覺得,老師覺得,小朋友去湊答案好不好? 不好,為什麼? 我跟你們保證,我出你沒看過的題目,你也只有一個方法。 左右觀察或者就是怎麼樣,只有湊答案沒有其他方法。 其實湊答案對那個小朋友數學學習態度有幫助。 面對新問題的時候,他只有去湊,湊久了才看得到一些。 所以嘗試錯誤就是說,手試面對問題的時候,大概都是這個。 這個學童法就是,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我講一個故事給老師們聽,我每一年都會考試學系的學生,這個題目。 某年的元旦是星期日。 然後我告訴他這是平年。 某平年的元旦是星期日。 然後呢,該年有幾個月,有五個星期日。 好,我再講一次。 等等我們要下課前我們就出這一題。 誰寫不出來晚一個小時下課。 某平年的元旦是禮拜天。 這一年有幾個月,有五個禮拜天。 我每年都會考試學系的學生考這個。 這一年有幾個月,會有五個禮拜天的。 聽不懂嗎? 聽不懂嗎? 某年的元旦是禮拜天嗎? 這一年有幾個月,會有五個禮拜天。 那我告訴各位,我考試學系的學生,因為我會當人嘛。 所以大部分的學生都怎麼樣? 最爛的學生他就把365天都畫出來。 你信不信? 信。 另外一種的呢,就是畫52或者53個禮拜天。 換句話說,這種學生我就勸他不要讀數學系。 沒有什麼救啦。 這個學生稍微好一點。 他會用52或53個數字去控制365天。 他就要把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天寫出來。 他不要寫全部吧? 好不好? 再來的話呢,最厲害的學生只要寫12個。 他只要寫12個數字就出來了。 就是把每個月的第一天是禮拜幾。 那這個就代表他控制用比較少的資訊, 掌控比較大的東西。 那90%都是用這個方法。 有沒有人用快方法? 沒有。 為什麼? 你沒有做過這種屏幕, 大概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什麼? 全部畫出來啊。 我寫答案給你看。 答案五個月,其實我告訴各位,你不要說或是常識錯誤。 有很多題目,我答案寫出來你都看不懂。 我再講一次,新的題目真的就一個方法,就是常識錯誤。 你有足夠常識錯誤的經驗。 這有沒有看懂? 這個是說一年有52個禮拜嘛。 就剩一天吧? 那元旦是禮拜天。 所以今年的元有幾個禮拜天? 53個禮拜天。 對不對? 這是有53個禮拜天。 那這個做什麼? 每個月有54個禮拜天。 每一個月最少有二十八天 最多有三十一天 所以每個月最少都會有四個禮拜天 也可能有五個吧 是不是對 所以我就要把四個禮拜天 每個月都有的嘛 扣掉剩下五個 就會落在五個月嘛 那我現在問你 你有沒有可能 第一次看到這個題目就用這樣算 我才不相信 絕對不可能 所以老師們要記得 要讓學生有嘗試錯誤的經驗 我最怕 如果說你以後問學生兩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你以前比較喜歡數學還是現在 他如果說以前比較喜歡數學 你就檢討 為什麼他越來越不喜歡數學 第二個問題就問他 你面對一個沒看過的新問題的時候 你會怎麼辦 他如果說我會等老師教我 他大概也不會有救 為什麼 他永遠不會經出於來 他應該有嘗試錯誤的經驗 那接下來我再說明這三個 雞肚問題可不可以靠佛小二年級的 雞肚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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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 兩支 三支 可以吧 OK 可以用常識錯誤來算 換句話說 藍的題目都可以考國小一二年級 只要是加減能算的都可以考 但是不可以有時間的限制 可以讓他回家做久一點 可以吧 所以結果成馬就會追擊了嘛 好 第二個呢 很多老師教這個題目的首先簡單嘛 就叫雞都站起來 或者兔子都站起來對不對 有沒有 假設都是雞 假設都是雞有幾隻腳 二十四隻腳 多了幾隻腳 四隻腳就是兔子的吧 是不是用這個方法來算 這個是國小只有消的方法 或假設都是兔 那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它就一個一個湊吧 它是有效率的湊 有策略的湊答案 各位覺得是不是嘗試錯誤久了 才會想到這個方法 還是一開始就會 你要有一點常說的經驗 好 第三個 我可以設一圓一次方程式 第四個 我也可以設二圓一次 二圓一次怎麼設 s加y等於12 2x加4y等於48 等於28 那一圓一次怎麼設 y等於12-s 所以2s加4乘以12-s等於28 那我現在問問各位 對我們台灣的學生 這四個 一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試過 其他都經歷過 這四種方法哪一種叫做算折 最有效 最快的 哪一種 第四種算折 換句話說 這種東西 我要求小朋友熟練是有必要的 因為最後都用什麼方法算 算折 那這些方法我們都知道為什麼 協同法 協同法需不需要做的滾瓜爛手 如果他要考試中沒辦法 就只好做 要完的話不用滾瓜爛手 為什麼 長大不會用這個方法算 也就是說長大 你叫他拼命做 長大他會罵你的方法都是 協同法 都協同法 長大會罵你的方法 你們教了很多方法長大會不會罵你 對 那你要不要他算了滾瓜爛手 換句話說 所有的學習都是這樣子經歷下來 那其實就是到最後的這個方法才需要熟練 那這些只是一個過程 所以你們老師們很要注意 過程當中 他只要能夠大概了解就OK了 熟練呢有沒有需要 你看一看 如果害怕他跑出去玩 變壞 不知道要多做什麼 要不然沒什麼用 老師我還有一個傻問題 比如現階段我們就叫他懲罰 可是那個很聰明的小朋友 他認為我連家我計算很好 我知道連家就好 那你要不要逼他把懲罰熟練 還是就讓他繼續連家就好 那當然要他去背 你就要多出點數字大的 他還是 被迫 可是要怎麼 怎麼讓他願意去做這件事 他不願意被迫 因為現在的學生有時候 不得不用懲罰 其實我看到很多二年級的小朋友 他連家都不用 他通通給你畫圈圈 請問畫圈圈可不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可以 可不可以 可是所以我如果用時間去 要逼迫他去完成這件事呢 簡單來講好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老師們講過這個 我們是不是有用了一些較勁 譬如說 那我一步一步來 我一下問老師們 5加3等於多少 如果我要出這個題目 學生不會怎麼辦 加法不會怎麼辦 畫圈圈 你們會不會用花片 或畫圈圈 花片或畫圈圈的目的 可是考試沒有花片給他 不是我現在就問你嘛 他可以畫圈圈啊 對可以 你用花片或畫圈圈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什麼 我這樣問你 也就是說 當學生不會被加法 他只能回到他前面的究竟面是點數 對 畫片跟畫圈圈都是為了他幫助他 點數 所以他只要畫5個 再畫3個就可以算出答案來 換句話說 什麼時候你才會 他才會去要求去背加法 你每次都提供這些 還是不給他這些 一定不給 你 這個是用來溝通的 溝通他懂意思以後 這個不能給他 你給他 他就永遠怎麼樣 畫圈圈 他就畫圈圈嘛 所以要強迫他去記 加法善事 相同的神法呢 他要用連加或者畫圈圈 都可不可以 可以 那你只能強迫他不準畫圈圈 要把他背成 他不背的話 後面再說 所以他如果在這個式子後面 他用加法寫給你 你要跟他說不可以 沒有 他也沒有錯啊 只是你希望他背啊 對啊 那下問題是 你怎樣幫他背 只有尋碼表的問題 那如果有家長就是一直說 他就是背不起來 我跟老師們講過 怎麼背就尋碼表 有 可是他說他的孩子就是 請老師不要 不要逼他 我真的我跟你講 我上次跟老師們 包括那個方法 其實對小孩來講 是比較有點用 有喔 是有拿來用嗎 可是我得到的訊息裡頭 有兩個家長就是這樣說 你說怎麼樣 其實他如果經常默契 他只要背脊 熟了 整塊就整塊不熟了 我記得上次有陳老師 想報告 應該是說 背九九陳發表的比較多 還是不背 那不背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幫忙 因為那個不是數學問題 那是政治問題 但是我還是認為就是說 這個一定要浪費 我只能處理那些背九陳發表 不懂的 我們現在講過了嗎 你播出一些這種題目 去修理那些背九陳發表的小朋友 去修理那些背九陳發表的小朋友 就這樣子而已 就是說 強迫他回到哪裡 那他這個強迫他回到哪裡 加法嘛 沒辦法 那這一個呢 強迫他看前後向的關係 他會用三成九 再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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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OK了嘛 對不對 其實老師有沒有覺得 九九陳發表不背 這個小朋友大概都 目前他就完蛋了 因為你成熟都不會了嘛 那好像你們的問題都解決了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我的 喔還有一個 對 對 對